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阿嬤跟着动动手指头 仿佛一群大孩子在玩游戏 逗得现场的老人家好开心 其实这也是训练长者 手眼协调能力 以及拇指灵活度 做错也不要笑了 阿嬤没关系 这边一 这边三 这边一 这边三 交换 交换 学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关延缓训能上面的一个帮助 一个老人要写一个动作要很久 但是在慢慢慢慢慢慢的再进步 每次崔老师来 他们好像看到那个希望说 崔老师就叫我们活动了 要活就要动 为了部落长辈的健康 花莲县吉安乡南华村文化健康站 设计课程透过简单的运动 协助长辈维持健康 每天看到的很开心 这些心情比较开朗一点 台湾已进入高龄社会 年长者常伴随身体功能 与认知能力退化等现象 在全国各地社区 各种以老人健康促进的据点活动 都是为了因应高龄社会来临 鼓声响亮 动作整齐 仔细一看 这些正在打鼓的队员 全是60岁以上的长辈 鼓队班长陈正宏 公职退休以后 参加勒林大学 他们每个人在鞭打的过程 挥汗如雨 但是又都很开心 打鼓以外还要被鼓捕 这个是说可以防止老人的失智 活到老 学到老 打鼓也是他延缓失能的良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暴女师 健康暴力灾 我是李懿 根据卫福部的调查发现 在台湾65岁以上的人 每12个人有一个人失智 80岁以上每5个就有一个失智 没有失智的人 有失智的人从来不会承认自己已经失智 事实上长者面对失智 是常见的一个状况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会跟您分享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 我们请到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第一位是花莲慈激医学中心身心医学科的蔡兴记医师 蔡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慈激科技大学长照研究所的宋慧娟所长宋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长照的研究生崔志平 志平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慈科大乐陵大学的陈正宏先生 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我要请教陈先生 您当初是什么原因去乐陵大学 我原来是在军人服务 军职服务 服务 因为以前都是管流氓 或者在团馆区服务后备军人 在团馆区当司令 一下来以后好像都没有人可以管 没有人可以讲话了 是 当时要报退休的时候很高兴 终于要脱离苦海了 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了 但没想到第二天一起床 周边什么人都没有 要讲话的人民也没有 什么人都没有 非常孤独 非常孤单 人生觉得没有重心 知己人生的价值 朋友介绍就到乐陵去了 是 是 那么在乐陵大学 您主要的课程主要是哪一些 学校有安排有很多 针对55岁以上的长者 所设计的课程 比如说疫房跌倒 防止失智 还有这个体势能 这些还有用药 用药安全 因为到了某种年龄以上 吃的药 长期厨房间会很多 有的老人就是乱吃 老师就叫我们如何用药安全 你觉得那些对您来讲 你真的有很多是 你不知道的事情吗 以前服务君子25年 公子又20年 前后后45年 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 自己要身体保健保养 以前可能年纪比较轻 所以身体健康都认为是应该的 到了55岁 65岁退休以后 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蔡医师 就是许多的人像陈先生这样 退休之后身体其实很好 脑筋也很灵光 但是就一个人待家里了 也不出门了 因为朋友都还有事情 有自己的家庭 所以您可不可以 跟我们观众讲一下 社交对于延缓失智这件事情 它是不是很重要 是 人际互动 可以说是我们在预防 或是在延缓失智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语言上面功能 一些记忆存取上面的一些功能 也有一些社交活动 我们去行使一些高阶的计划 然后一些策划等等的 所以人际互动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我们在想要去治疗 或者是说想要去增进老人 加他健康的一个 一个很好很好的元素 所以目前除了我们在健康老人 我们可以做这一个热灵大学的 这样一个模式之外 那不管他是不是有失智 我想都是以一个团体活动 认知促进这样的概念在进行 所以人际互动是非常好的 是 我觉得说这个热灵大学最大的功能是 人际互动 因为整天在家里面看电视 其实都是被动在接收资讯 对不对 可是在热灵大学里面 像您刚刚那个鼓队 还要编这个鼓 祭谱 互相的彼此的鼓励 激励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活动 那老师 那这个您是长照研究所的所长 那这个在长照的角色来看 就是说在这个词科大 热灵大学 我们长照方面 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我们长照所的师资 其实大部分也都是长照 还有就是健康促进相关背景的老师 所以也会参与热灵大学的一些课程 不管是动态或者是静态的 所以我们也从 就是跟热灵大学的 这些大哥大姐的互动当中 也发现他们来参加课程 有动态 有静态 还有跟其他学员的互动 其实是让他们很快乐的 那这个长照研究所里面 主要的这个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样的长者 我们的研究生 其实他们做的研究论文的主题蛮广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研究所的课程 其实蛮多都是用跨领域的师资来教学 那也希望增强学生的就是社区实践的能力 所以大部分他们的主题很多就是到社区里面去进行可能健康促进 或者是像师资长辈的一些就是认知功能的促进像这类的主题 那也有一些是社区的一些长辈健康状况的调查 所以这类的主题都有 我们长照研究所的研究生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长照所的研究生背景其实很多元 所以没有只有限定是在护理人员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职能治疗师还有营养师 那当然有一些是护理人员 那还有像志平他其实背景是体育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更多不同背景的就是人才能够进来长照 我觉得这个刚刚我们听宋老师讲 我真的是觉得我们此刻他的长照研究所很有远见 因为很多长照研究所他收学生必须 比如说是护理背景的或者什么 我们觉得讲到长照就是去照顾一个长期躺在床上的老人家 事实上长照的领域非常非常的大 像是志平您是学体育出身嘛 对不对 刚刚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您在带动这些老人家做一些活动 我马上有个想法 这个学体育的比如说如果体育老师或者救生员 哇 他是这个是非常的积极 身体非常的好 带一些老人家这些一点点的活动 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尤其是偏乡的老人家 他们在可运用的一些医疗资源比较劝缺 那这些健康资讯的保健方面 他们也比较不足 那我们投入之后就能够给这些老人家在这方面很实质的一个帮助 那就有很简单的一个动作操作 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原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从自己本身开始做起就能够达到健康的目的 这样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您是学体育的 那为什么会投入一个长照的这个领域 就是说您现在在念研究所 为什么会念长照研究所 而不是去念一个体育研究所 或者运动医学研究所 感觉这个两个好像是蛮极端的东西 我在教学之前也是职业军人 那因为我职务的工作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把运动教练硕士学位已经拿到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对于这个高龄长者从事运动保健这一方面 就有很浓厚的一个兴趣 那当我知道我们华东的这个磁科大长照所 有招收运动背景的研究生 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就持续教职的工作 然后积极的来准备 那也很幸运的能够录取 进入到学校里面来进修 那我把我自己的定位就是 发挥自己的所长 拥用在这个高龄长者的健康照顾 志平在以他的这个体育的这个背景 相信可以给我们这些长者 很好的这个体能方面的这些锻炼 在进入下一段节目之前 我们先看这一段影片 就是我们这个磁科大 好像为这些老人家设置了一个医学院 对不对 从认识菜苗开始 在老师的带领下 阿公阿嬷拿起铲子整理土壤 再亲手将它们种下 它那个塑胶不透明的那种 你一个人自己种其实很无聊 那原液有点好玩就是别人再种我也可以做 就会乐在其中 今天的讲师同时也是磁科大长照所的研究生 他将原液治疗的专长规划成系列课程 让长辈透过参与实作换回逐渐衰弱的能力 因为其实这些长者功能上渴就会交代他们每天要浇水 大概有谁负责去照顾 像今天种的可能过一两个礼拜 我就会让他们去采收 就是去烹调 这里是磁基科技大学诗制社区照护示范据点 每周一到周五服务患有诗制的长辈 每一天都设计了不同的课程 从体能课程 桌游游戏 怀旧课程如书法 怀旧老哥等 都是为了减缓长者失能的几率 学生直接可以来这里跟长辈互动 然后再来就是说实习 那再来就是说长辈他跟年轻人在一起 那他的心情也会比较开阔这样子 他还蛮喜欢这边的 有时候我来接他他会说你那么早就来接我 他不想走 所以会觉得这个地方他蛮喜欢的 我们就很放心 那现在的话就早上把他送过来 我们就回去就可以做自己的事 我们就觉得轻松很多 教室里每一张桌椅从材质 形状 高度 都是由长照所 护理室师生 共同为长辈精心挑选 营造安全舒适又像家的环境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时候都会剪的 各位观众我们看了这段影片 在我们节目的现场有一些作品 就是这些长者他们精心制作的 我要请教宋老师 这个我说他的刚刚有的是瑞智医学院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其实我们瑞智医学院 其实就是失智的社区服务据点 那当然我们希望家属能够把他们的长辈 可能疑似失智症的或者是失智症的长辈 带来我们这边接受服务 如果我们跟他说 可不可以来我们这个失智的日拖站 来接受服务 其实有时候家属或者是个案本身 其实是会排斥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学堂 所以就是睿智让大脑更活化 然后医学院就是要促进它的记忆力 所以我们就把有点谐音就是医学院 所以他是来医学院上课 是是是 这个名字取得还真是蛮好的 又瑞智又记忆 对不对 那老师 那这个在学院里面 这些课程主要它的对象 是什么样的长者 是已经失智了吗 还是还没有失智 还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对象就是有些 已经是失智症 有确诊的长辈 那也有是疑似失智症 然后可能还没有确诊的长辈 所以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学院来接受课程 还有服务 那他要报名的话 是不是要经过医师来开例说 好 符合这个资格 不然的话 您怎么知道说要收哪一个学生 我们有些个案可能是从失智的共造中心 像之前从慈激医院的失智共造中心 也有转介个案给我们 那有些个案是从社区这边 我们去做宣传 那他可能家属本来就知道长辈是有确诊失智症的 那所以他把长辈带过来 那也有是长辈还不确定是失智症 可是家属觉得他其实是认知功能有退化了 所以像这样的长辈我们还是先有收 可是就是在半年内 我们会希望能够协助家属 然后能够带着长辈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然后来确定他是不是有这样的诊断 可以及早就是寻求一些招呼的资源 老师你这个桌上这一支是什么 那在我们的那个 对这一支叫做KIMIKO 那他其实是一个机器海报 那因为在我们的瑞姿医学院里的课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有结合机器宠物疗法这样的课程 那所以这一个是机器人 那所以如果你跟他互动啊摸摸他 所以狮子长辈其实就觉得是一个可以跟他互动沟通的对象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可以运用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 那当然有一些科技产品可能是提供照顾 那像这一支KIMIKO它其实是有点是陪伴 然后跟长辈互动的一个媒介 你跟他互动一下 KIMIKO 所以他藉由喊他的名字或者是跟他触摸 他就会有不同的那个回应这样 看来真的是很疗愈 蔡医师请教一下 像这个已经疑似失智的老人家参加这样子的活动 在您医学上来看 这个真的有延缓失智的效果吗 大概可以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在参加这样的一个 类似一个日照模式的 的一个治疗 或者说一个健康出境的这样一个模式上面 应该是效果会是最明显最显著的 药物的效果往往是比较局限的 那这样的一个日照日拖的模式 它不仅仅可以让老人的失智能够延缓 而且也解决了相当程度家庭照护的压力 一位长者的失智可能是两三个家庭的问题 那如果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 那就是可以让整个失智老人的照顾 不只是在日照而已 家属也可以缓解相当程度的 这个照顾上面压力 就整个家庭的运作就可以持续下去 老师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失智 它算不算是一个共造中心 那这样共造中心 这个只有在学校里吗 外面有吗 像这样的我们的瑞智一学院 它其实是失智的社区服务据点 那共造中心是 另外是一个 有点是资源转介的一个中心 那我们学校就是 也是因为想要 让学生对于失智的照顾 能够更了解 然后所以我们学校 除了在我们词科大里面 设置了瑞智一学院之外 在嘉明部落的都格山的教会里面 也有另外一个据点 所以也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然后提供五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另外在吉安乡的福星村的土地公庙那边 也有提供另外一个据点 那礼拜四 礼拜一跟礼拜四的早上 也是有提供这样的课程 听老师这样讲 其实偏乡真的蛮需要的 我想请问志平 您这个 我知道您有参加瑞智一学院里面的一些课程 是不是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您参加哪些活动 目前我在瑞智一学院里面负责的就是 协助老人家 他们在肌肉关节上面的一些基础的伸展操 那或者是弹力带弹力球 有关肌耐力有氧耐力的一个训练课程 那么特别的是有方块踏步的这个运动 它可以协助老人家这个增强他的下肢 跟人认知这一部分 您去念了长照研究所 然后接触了这些长者 那对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是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到研究所 所学的所有相关的专业知识里面 却是没有让我们自己本身知道如何 让自己健康的老化 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 当我在社区或者是部落的文件站带领这些老人家重训运动的时候 我成正的从他们当中及时的体悟 体悟什么 体悟我们施工上人所告诉我们的 要及时行善 能够发挥自己的所学 贡献给社会大众 最后我要回到陈先生 想请教您 那乐陵大学你已经念了四年了 你准备一直念下去吗 对的 准备一直念下去 我们的乐陵大学研究院没有这个年限吗 没有 没有啊 我们跟同学上课 读书 吸收一些薪资 让你头脑不会老化 而且跟同事一起吃饭 用餐 互动 也有交很多朋友 让你不容易失智 学校也安排到户外的自主学习 当志工到社区 这借着这个郊游散步 自己非常的高兴 而且经过左路散步 肌肉不容易流失 也可以说达到议访的目的 在平常课程设计当中 就很自然地把很多的疑访 疾病的疑访 都在课程里面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 是 是 所以这个我们听陈先生这样讲 就知道 其实人到了一个年龄 不要整天关在家里面 也不要害羞 勇敢地走出户外 去交朋友 去找回你人生 晚年黄昏的时候最美好的阳光 我们从陈先生看到 乐陵大学在他身上 真的发出了光芒 谢谢四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那么重要的资讯 也谢谢各位观众 如果家里有老人家 勇敢地带他出来 我相信我们社会上 仍然有很多资源 能够协助他 也协助这个家庭 谢谢你们的收看 也谢谢四位 谢谢